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拜家子》第685章 奉吴皇之命 朱秀荣说 趁是如此 母后为此大发雷霆 说是自家亲族竟都无法得到保全 以命人前去寻访他们的下落了 也不知他们现在是死是活 真是令人忧心 说着朱秀荣醋眉 她在深宫长大 被保护得太好过于单纯 心里边想着 这毕竟也是亲人 虽是远亲 可也血脉相连呢 关于这一点 她和自己的舅舅就一丁点都不一样 方启凡心里感慨 这样想来 倘若人人都如寿宁侯和建长伯这般 这天下大智才可欺啊 毕竟人人都能大公无私 自己有饭吃 便一脚踹开自己亲戚 又断绝了多少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事情 结果朝中上下 豺狼当道 朽木为官 有人仗着自己有亲戚在庙堂 在地方上横行步伐 欺负良善 可惜 正常人是没有这样的觉悟的 如此无私的事情 连方启帆都做不到 方启帆便说 他们会被殉到的 到时 有张娘娘出面 自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然后 就将这些该死的远亲 抛至脑后 说实话 关自己屁事啊 自己这么多儿孙 不 童子徒孙都顾不过来呢 朱秀荣说 确实不知两个舅舅如何了 他们虽有时令人生气 可终究也是舅舅 我们成婚那天 他们都无法参加 将来 当时孩子出生 舅舅也来不了了 民间不是有规矩吗 此等事 少不开娘舅的 方启帆深锁眉 说 其实啊 我也很想念他们 心里想 快点去死吧 讨厌 破旧的小猪秀才才是坏人号 此时迎着风 顺着阳流 一路而行 此时小猪秀才才是坏人号 乃是整个舰船的先锋 他们负责在前谈论 与之随行的乃是 威远和静远两艘舰船 船上的张鹤林和张严林两兄弟 早已扼成皮包骨头了 白日的时候 简直是痛苦无比的折磨 船上除了腌肉干之外 其余东西通通吃了个干净 每日吃的肉干 嘴巴早就生出血泡了 这一路啊 单单是小猪秀才才是坏人号 死亡率便超过三成 无数人到底害的什么病都不知道 一夜醒来 病便开始发作 随后痛好几天便死去了 船上不能藏着他们的尸海 只能水葬 在这距离家乡万里之外 人们用他的床单将人包裹住 而后丢入海里 张鹤林有时会躲起来抹抹眼泪 他想家呀 他想喝粥 他怀念家里地窖里藏着的红薯 做梦都想吃 在这里叫天天不应 笑地地不灵啊 而只有在夜里的时候 在那梦里 梦到他们找到金山 那数不尽的金山 连绵不绝 他才能开心起来 可一觉醒来 回到船上 看着这低矮潮湿的舱尸 还有那无言的寂寞 张鹤林便又陷入沉默 相比于这个没出息的弟弟 张鹤林却永远保持充沛的精神 他每日最大的爱好 便是拿着望远镜四处观察 到了傍晚时 他便又怒气冲冲 将底舱里 弗朗基俘虏给拉出来 接着便是挥边痛打 是指条路线吗 可为何至今没有看到陆地 到底还有多远 有多远啊 张鹤林简直就是海上的屠夫 早在船队绕过豪旺角的时候 张鹤林便率先作为先锋 袭击富朗金人在豪旺角的聚居地 接着放一把大火 将这郡居地复制一郡 他劫掠了停泊在港湾的船 不能带走的东西通通烧了 或者是沉入海里 能带走的一个不留 这小猪秀才才是坏人好 不愧坏人之名 被俘虏上船的人 有两百多人 才数月功夫 便已死了一半了 以至于连徐青都看不下去 这位钦差的恶行 大名乃礼仪之邦 不叫而诛 且虐待俘虏 甚至还用富朗金人的船舰 狂骗附近航线上的富朗鸡商船靠近 等对方一靠近 一伙疯了一半的便杀过去 想掠货物 将用不上的船员统统杀死 留下通宵去美洲大陆航路之人 还有一些擅长舰船的船工 和水手 可张鹤灵的做法 虽没有得到徐青的认同 却令不少的水手和水兵 纷纷世界高昂起来 有笨头了呀 这截略来的 巨都是香料 价值不菲 别看这位寿宁侯和建昌博小气 可如今却格外大方 自己分文不取 所有截略的金银和贵重香料 统统赏赐下去 人们见到食物 有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顿时激动了 于是乎 其他的船不知道 可这三艘作为先锋的舰船 上头水兵和水手 却统统都踊跃无比 而对于这些个 寒打寒杀的家伙 张鹤灵心中鄙视 他拿着自己兄弟的手 说 说些没见过世面 就是没见过世面 这群穷鬼 一顶点香料和金银 他们便可卖命了 这点东西 与我们兄弟而言 不过是奋土而已 我宁愿喝粥 也不惜多看一眼 等找到了金山 咱们兄弟 才真正的发财了 张鹰灵一听西州 便吼解滚动 哥 我饿了 张鹤灵叹了口气 现在已经没有力气 去打这个脑残玩意儿了 得保留一些体力才好玩 他只能长叹一声 颇有一副 薄牙没有找到 自己中子七 英雄寻觅不到 知己的常染 可就在这时候 痛着 天边海鸥出现了 一下子船上沸腾起来 有海鸥 说明出现了陆地 或者说附近有海岛出现 海岛的规模也绝对不小 快往远镜 罗盘 鱼通 这三样东西 乃是法宝 出海航行 全靠他们了 却在此时 有人大声嚷嚷 陆地 陆地 快看 是陆地 远处 悬崖和峭壁出现 替平线连绵 看不到尽头 这 这是哪里 不像是岛屿 莫非 就是无数人 苦苦寻觅了 一年多的 黄金粥 一个弗朗基人压了来 他衣衫褂褂 浑身湿泻 门牙已落了几颗 奄奄一息 想来 他被张赫玲等人 折磨怕了 哆哆嗦嗦 见到张赫玲 便圈着身子 张赫玲将望远镜 交给他 说 看看 这是哪里 这个弗朗基人 是一个商船船长 据说曾去过许多地方 年轻时 曾参加葡萄牙的海军 在地中海 和奥斯曼的舰队作战 此后 作为船员 去过黄金洲 且在那里 待过数年 此后 他又折返回葡萄牙 受雇于商队 带领船支 来往于东印度 和葡萄牙的航线 运输香料 可如今 虎落平阳 被犬欺 他战战兢兢的 拿起望远镜 看向远处 地平线的山巒 最后 他嘴唇 念出着说 是 是 阿利美加州 对 就是这里 上头的树 这里的树 便是 阿美利加州 所都有 这里像是中部 不错 看那山树 林就在此 这里应当是 深渊 是深渊 张赫林 做事要打人 天天拿这些 浮浪金人 当做沙袋 揍得他们 嗷嗷叫 这建船上 又是寂寞无比 张赫林 也学来不少 葡萄牙的语言 深渊 不叫金山吗 我们叫他深渊 这里不是金山 从你们的 渔图上显示 这里距离金山 怕还有上千里 要向北 向北 接着 他开始 一个个字母 拼下着 深渊的拼音 自他口里 一个一个音节 组成一个短句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张赫林撇撇嘴 这名字不好听 现在开始 改名叫 小猪 秀才是坏人 因为 这是我们的 建船发现的 就用此名 名字 虽长了一些 可无妨 虽然张赫林 也搞不明白 这什么 小猪秀才 是哪个鸟 还有人任性 用秀才来取名的 可是 长久的航行 他和小猪秀才 是坏人后 已经有了感情了 现在 他希望 用小猪秀才是坏人后的船名 来纪念 这伟大的发现 简称为 坏小猪 这弗朗基船长 不敢作声 只是战战兢兢 垂手而立 张赫林 随即凶恶地 看着船长 居然 你们已经发现了这里 想来 再次 有你们的人吧 他们在何处 我 我大致知道 城镇的位置 这里在数年前 据我所知 都为西班牙人 所驻扎 他们在此 至少有 九百多名士兵 还有数百上千人 水手 牧师 以及商人 还有 一千多人 张赫林 吸了吸 要留下来的 咸水 船上 水手和水兵们 统统聚起来 一个一个 双目放光 他们曾袭击 弗朗基人 小规模定居地 这些人 都有大量财货 而显然 在此 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城镇 我们可以袭击他们 他们一定有 可供停泊的港口 而恰好 我们也有 你们弗朗基的舰船 对不对 船长 已经被揍得麻木了 毫无反抗之心 是的 伟大的东方之主 张赫林 一跃上到船舰 手中抓着缆绳 俯瞰着甲板上 无数船员和水手 高呼道 发财的时候 到了 这里有金 有银 有粮 有女人 我奉陛下之命 将这些金银珠宝 统统赐给你们 这些狗娘养的东西 疯狂的水兵们 双目赤红 发出万岁的 欢呼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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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播自尽